今天我帶大家來到新蒲江吃越南菜 叫做北正宗 你們沒有聽錯 它不是北正宗,是北正宗 這間是傳統的北越菜式 我會試試這個菜式有多正宗 今天很開心來到北正宗吃北越菜 但大家又知不知道北越菜和我們平時吃的越南菜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越南是分南北兩面的 但北面這個北越的地方沒有比法國的文化感染過 所以它傳統的菜式一直都被保留下來 而且還很有農村風味 而在我面前就有三味北越很正宗的菜式 包括有這個 街頭小鶯春 脆炸蟹肉香葉肉碎米芷球 還有這個 海房鮮蟹肉蟹湯甘邊粉 海房這個地方其實是北越一個很出名的地方 食物很好吃和很有傳統風味 大家都應該要試試 讓我先說一下這個街頭小鶯春 顧名思義吧 它是北越很正宗的街頭小食 它是煎完再焗的 我相信應該非常香 讓我試一下它有多香 還可以配上這個青鹽淮鹽汁 很特別 很好吃 它煎完再焗 但它依然很香 配上這個醬汁很有層次 很豐富 現在整個口感 因為鶯春在外面很少吃到 所以很開心可以在這裡吃到 好 接下來就到這個很特別的米芷球 顧名思義 它米芷球是一個波狀 跟我們平常吃的卷狀很不同 這個很特別 很有趣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皮很薄 精型剔透 看到裡面的餡料 裡面有什麼餡料呢 就有這個花蟹肉 還有我看到有粉絲 還有木耳 肉碎 嘩很豐富 我忍不住就試一下 等等 還有可以配上傳統正宗的綠菱 是不是很棒呢 這個就是傳統的綠菱 我要配上這個正宗的綠菱 還有這裡的老闆說可以配上這個酸菜食 好豐富 裡面有超多的料 接下來就要試一下這個鮮蟹肉蟹湯金邊粉 這個金邊粉就厲害了 因為它的金邊粉是真的從北越買回來的 而且它很特別的顏色是啡色和闊條的 那聽老闆說呢 吃這個金邊粉就要配這個越南媽寶 包括有這個蒜片辣椒醋 還有這個辣椒醬 而且還可以配搭各種不同的配料 包括有這個金包碗 這個青檸 辣椒仔 還有可以加上這個油炸鬼下去吃 真的很特別 立刻試一下它的味道先 我先試一口這個原汁原味 它這個金邊粉很有蟹味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原來聽老闆說 這個是整隻蟹 原來就放在這個碗裡煮 很棒 它這裏有整隻蟹在裡面 你試試想想很厲害 所以難怪連湯也是蟹味 肉那些鮮味全部進入這個金邊粉裡 我先試蟹肉 我先試試看 哇 這個蟹蟹真的很香 很香蟹味 很喜歡 接下來我要介紹另一道菜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個很美的街景 自然就要配一個很美的菜 這是香茅魚露浸菸絲棒 大家可以看到嗎 整個盆景 我都不捨得吃 而這個蟹蟹也不是經常都可以吃 因為它是挺珍貴的 老闆每天早上都會去街市買菜 所以所有的海鮮食材都是非常新鮮 而且除了蟹蟹之外 大家都可以選擇不同的時令海鮮 事不宜遲讓我試一下這個蟹蟹 它是粉紅色的 裡面也很漂亮 這個很清甜 吃到它很新鮮的海鮮味 下次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來到這裡 碰下運氣試一下這個蟹蟹房 接下來就到這個北越家鄉白卓豬肚 我告訴你 它是一個北越家鄉很傳統的菜式 吃這個的時候 老闆說要混合金不換 芽菜和豬肚一起吃 這樣才有這個圓南風味 要試一下這個風味有多特別 再配上青檸的華鹽汁 還要是比較重的 這道菜要這樣吃 讓我試一下 哇 這個味道很棒 它的華鹽味真的很重 但有酸和華鹽味 還有它上面是鋪了這個黑椒 有一點點辣 再加上這個金不換的味道 我知道真的很有越南的風味 這個草 還有這個豬肚 好吃的 外面有時候我吃的豬肚是韌的 咬不開 它這個不是的 它咬下去 很鬆 肉很鬆 又嫩 哇 這個豬肚很棒 再試一下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椰青蒸糕蟹 老闆說他們要用兩個椰青 把裡面的椰青水 還有椰青肉來煮 去蒸這個蟹 所以我相信應該是非常有 這個椰青味 不過我未知道 一會兒試一下 而且你看到蟹 這個蟹很大 裡面的膏多 這隻是青蟹 好想吃 我現在要試一下這個 究竟有多好吃 我不如試一下膏 它們的膏真的很多 嘩 好甜 超有椰青味 你看看這個蟹腳多大 或者這個蟹腳 嘩 好甜 北正宗這裡的好東西吃 誰知道這麼少 這裡還有正足的北月火鍋 聽到都流口水了 記下這個地址 可以了 不小心 地址是 深浦江警服屋87號地址 電話是 27806080 而加工方面就有廣泉轉隻山機一出口 巴士就有3B、65D、116和203號2 綠色小巴有10號M和85 而紅色小巴就有慈雲山和旺角途徑站 或者佐敦旺觀航途徑站 中文字幕提供